一身帥气摸绿长裤 配上条纹衬衫 出道十年的卢广仲 明年将五度攻淡 记者会上回首过去记录影片 从一百种生活的理想憧憬 到愚哉的真挚思念 往事立地在目 07年的时候参加海记 那时候演出经验还不是特别多 然后我记得我刚上海洋音乐记的大舞台的时候 然后当年是台下也是三四五万人 就是很多人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比较青涩 然后在表演技术上 就是我其实我很常在表演的时候 是脑筋一片空白 然后到现在出道已经十年 然后明年十一年 我越来越能够在演出的时候 有表现出我想要说的话 或者是那个音乐的样子 就是越来越得心一手 所以好像这十年没有白费 所以好像还是有看到自己的一点点成长 卢广仲以花嫁男孩转大人 入围53届金钟奖 戏剧类最佳男主角和新人奖 首次独挑大梁就获得评审青睐 就很期待因为我很久没有跟剧组的人聚在一起 所以很想念剧组的大家 所以得奖就是入围这个到平常心 卢广仲十年前拿下金曲奖最佳新人奖 和最佳作曲人奖 音乐之外更展现演戏天分 影像出道十一年 明年的演唱会 他会一如以往的燃烧自己 中央社记者温宇俊台北报导 其实脆弱不感想 好 龙少年 我们在ير that 有 face